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 有房车圈里面也有一些新闻出来 挺有意思的 有一哥们呢要退车 因为他买了一个 所谓的大V推荐的一个车 那么其实我早就跟大家说过 买房子这个事啊 不要着急 先沉下心来好好的学习学习 房车各个原理啊 你比如说水 电 包括这个 其他的一些附属设施 好好学习学习 然后再出手 不要上来就看这些所谓的什么 大咖大V的这种代言的车型 好像是很有经验 好像是特别流差 其实根本 不要信这些东西啊 你信什么呢 你信自己 自媒体这个东西啊 包括我现在拍的也是自媒体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就参考 参考 不要太当回事 你上来就要买人家推荐的车型 你又什么都不明白 上去就买啊 结果呢 出现今天这个局面 对不对 搞得两两方面都不好看 对吧 大家记住了啊 凡事啊 只要跟钱扯上关系 就不干不净的啊 并不说挣钱可耻 挣钱光荣 但是呢 你要明白 如果说一个人他在努力的 推荐一个房车给你 或者说是 推荐一个房车用品给你 你要你要你要明白人家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你如果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了 你就应该深刻的想一想 反思一下 是否真的是你需要的东西 你要静下心来 搞清楚房车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房车生活并不是在家里生活 而是在路上 始终要记住一根弦 就是一切重简 一切重简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你真正需要的 只不过就是一个 能够睡觉 能够踏踏实实的把饭做熟 能够在下雨的时候帮你挡雨 挂风的时候给你遮 遮风的这么一个场所 你并不需要很多花里护哨的东西 各种电器 各种所谓的高科技 No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你静下心来 好好的看一看 所谓的前辈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你会明白哪些东西 可能真的是不实用的 或者是不必要的 哪些所谓的大V的口碑 到底如何 是好还是坏 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 你会知道社会上 社会层面对这些人的一些看法 你会自己会有一个结论 很多东西 它只要跟钱沾沾边 就变味了 所以说你始终要记得这一点 所以说你要清楚地明白 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按照这个需求 再去买你的房车 或者说跟厂家定制 你所需要的这种各种配置的 这种房车 而不是马上就听信别人的宣传 就一股老的上手 这样对你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 总之一句话吧 买房车 不像买一个普通小车 因为它比较琐碎 很琐碎 各种东西 很 涉及到很多方面 所以说你要静下心来 慢慢地去学习一下 不要着急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